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指数涨了73点 成交量804亿 成交量跟昨天做比较增加 但是还是不到均量限 那么对于这个磐式 要怎么去解读呢 国板长还是照旧 跟大家稍微把磐式谈一下 两根线很明显 月线扣低 季线扣高 那么代表季线还在下降 月线在上升 目前就是这个区间整理的局面 很简单 一句话就带完了 另外看这边 这个倒是蛮奇妙的 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KD又重新在80的过热区里面 出现了黄金交叉 那么在高涨时间也待了一段时间了 从好的地方讲 它叫做高涨正化 指数涨了1100点 还能维持KD的黄金交叉 在高涨不坠 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 这叫做强势 但是是不是真强势呢 看成交量 成交量是比昨天增加 可是它不够均量限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缺乏攻击的力道 换句话说 从指标看它是强势 但是这个指标受限于量能 如果无法扩增的话 它叫做一翻两瞪眼 如果是红K棒 当然可以持续维持 顿化的局面强 但是如果说是一根黑K棒 它就在高档出现 背离后的交叉 就拍垮了 所以这个盘 我们在解读的过程中 心中没有多空 很 我们用这样讲好了 很中性客观的去看这个盘式 它在干什么 维持强势是代表市场的气氛还不错 没有成交量 公布上去 代表大家在观望等待 正所睡礼拜五 再闯一次关 如果礼拜五过不去 我可以跟大家讲 正所睡泡汤了 所以 青年到礼拜五 还有两天 美国的联准会 会不会升息 天之道 也是礼拜五 但是 先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如果美国不升息 市场上的负面解读 一定会很多 不确定因素会延长 如果 升息超过一码 那么资金会往 美国移动 在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均衡点 有没有用力多可以解读的位置 就是 他只升0.125 半码 升息半码 然后宣布 不进入升息循环 那就告诉你 利多 因为 也交代了 美国经济不如与其 无法升息的一个负面说法 也交代了大家担心 美国进入升息循环之后 造成热钱的大螺仪 都解决掉了 大盘就这么简单 大家简单的讲完 就是如此 然后 讲完大盘之后 那么我们来印证一下 郭班长在最近的一个研判 对不对 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到 在技术面 8月14号 8376到8393的空方缺口 还有短线的压力 KD值在高档密合 可以视为盘势陷入整理格局 所以 最近的横盘 它所反映的 就是郭班长在 当时给大家所做的预告 那么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上个礼拜四吧 礼拜四啊 对 那么我们提到这个盘是什么盘 盘四它是金金涨 短正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盘四是金金涨 可是它是短正 短正 那么也是符合预期 在这种盘里面 做什么股票 盘面主轴转向生计 杰仁 低位阶的题材股 强势族群 以汽车 零组件 最好 但是它都是轮动格局 这是上个礼拜四 给大家所做的预告 那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今天的盘面中 我们发现 不只是今天 已经连续很多天了 看到没有 什么台委体了 唐莲啦 甚至 智勤啦 升级股拉拉涨天买的股票 其实很多啦 而且它都不是涨一天了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的 它是一路上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比较弱势的是什么东西呢 节能的部分 像太阳能 还是算是不错的啦 在今天盘面中 一直维持相当的一个稳健 但是国办长也讲过了 这些东西它都是轮动 那么汽车格局也是一样 连续强了很多天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大概就是同志了 同志一路创历史新高之后 连续两天出现拉回 这种情况 在很多电子股里面 很多汽车概念股里面 都有相同的情况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盘式 它目前还是一个 轻轻涨 转正 个股 股 股 轮动 那么我一再强调 成长 题材 转机 高位阶的 就是汽车林组件 跟光通讯 低位阶的 当时就是 生计 节能 太阳能 这些股票 这就是现在的盘面 那么观众朋友 听了半天 会不会问一句话 你怎么没有谈到平盖股 苹果的股价 在美国股市 已经连续四天上涨 预售的情况也不错 那么 法人一致推荐平盖股 国班长为什么没有跟你谈平盖股 因为平盖股啊 是一个比较 带有全职性质的一个族群 很热门 族群很够庞大 如果平盖股要全面上攻的话 指数不会是盘局 如果平盖股上升上攻的话 它一定是高角度的上攻 整个大盘的指数 那么目前的大盘 既然没有 很快速高角度上升的一个 可能性的话 那么就代表平盖股还在休息过程中 待会如果有时间 我跟大家单独谈平盖股好了 不过在今天平盖股里 倒是有一个蛮奇妙的发展 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 看到没有 头条新闻 日商出包 苹果急抠 锐移救援 观众朋友 你看看这个叫做利多 还是叫利空 不但是背光模组的部分 它本来就在这一次的 不管是大面板也好 或者手机也好 它的需求就很旺 它8月份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它股价应该会很好 那么何况又来了日商出包 有急单又来了 这叫好上加好 对不对 好上加好的结果是怎么了 开高走低 爆量长黑 你在这边去买进 今天很惨哦 今天这一根啊 超过一个停板以上 换句话说 明天涨停板都可能无法解套 那啊嘞啦 为什么会这样呢 郭班长给大家看啊 我们推荐瑞宜的时间 9月1号 当时跟大家提到 拉回来买进 它会有震荡 拉回来买进 当时的位置啊 还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到了 9号的时候 郭班长告诉你 来到季线突破 可是季线在下降 对不对 另外一个 请看看这边呢 诶 好像有点背离 有点背离 那就告诉你什么意思 你要提防 他过季线之后的反作用力 你要提防 他创新高之后的 背离发生 有的时候 郭班长也不太愿意去讲这些东西 不幸而言重 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我的提醒 我的提醒 你不会去追到这个位置去 对不对 我在这边提醒你 这边创高了 那么这边开始就收黑了 这边再看到立桌冲上去 你应该做什么动作 因为在盘中啊 至少在这一根线上面 他会 虽然成交量可能当时只有五千张 可是 他有预估量的人 已经告诉你 今天要爆量 爆量会怎么样 爆量会怎么样 空头趋势下的爆量上涨 在空头趋势中 最怕的就是爆量上涨 甚至K线还在上影线 因为未来一旦亮说 就容易盘成头部 我们不管他未来会不会盘成头部 也不管他未来会不会出现亮说 但是至少 他已经出现了背离的迹象 已经突破了下降的中长期均线 那么这根线还在扣底高涨的时候 你就不宜在上面做追高动作 只有去找一个获利的卖点 何况郭班长刚刚给大家看到 在我的经验法则里面 这属于卖出讯号 所以今天开盘的时候 就可以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郭班长这些经验法则 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 它不是什么定律 它也不是什么非常难去研究 捉摸或者去掌握的东西 大家只要一目了然 郭班长眼睛刚刚开完道 真的是一个眼睛在看 一目了然 一眼看去 今天开高之后 又有这么大的利多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好了 开盘之后 立刻拉回 横盘之后 没有再上去 这边就是 你最后的卖点了 不必等它杀下来了啦 因为 开盘 爆量 爆完量平台整理之后 没有往上突破 反而是往下突破 郭班长的 这些寻宝图里面 都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这些经验法则 讲了不是规则 不是定律 而是大家都很容易 却往往会忽略掉的一些东西 那么 在今天 去追瑞仪的人 郭班长是觉得 有点可惜 因为 你忽略掉在这边 它可能出现 开高走低的走势 这就是 经验法则 对不对 我们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并打头部 郭班长 43年股市生涯告别座 绝不再版 股市寻宝图 加最前数DVD 加领先报 限量倒数2万 电脑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并打头部 02 27810909 02 27810909 并打头部 郭班长 43年股市生涯告别座 绝不再版 股市寻宝图 加最前数DVD 加领先报 限量倒数2万 电脑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润态精工 创新建筑 甲山林城上城 壮力落城 城屋玉寿府 大户轻松住 20分钟直达台北101 长庚正对面 金电面开放绿越 甲山林城上城 对线城路 24315858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昨天郭白党去看了很多 不同电视台里面谈到路股的部分 今天早上也有很多同行打电话来问郭白党 路股到底怎么看 因为昨天深圳股市破底 那么上镇来讲的话 3000点的平台整理区 跳空跌破 今天早上看到二次头 很多人怕怕 郭白党 其实在台湾 不应该去讲上镇股市 但是因为太多的投资朋友在做一些连结路股的ETF 正的反的保护生啦 上镇员上镇啦 FB上镇啦 等等 太多了 所以我跟大家先看一下 当然现在国办长上节目的时候还没有收盘 我还不知道收盘收什么 户子到底会不会上去我不知道 这个平台整理区跌破了 那么连线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未来两个月 连线平均扣底是2380点 会不会从现在3000点 在未来两个月跌到了2380点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预设了一场 但是在没有跌到2380点以下 它惯性上会往连线靠近 这是你第一个先设定的主轴 第二个 指标的低点不是指数的低点 国办长在节目中讲了一百遍了 直到出现背离 对不对 还记得吧 看看这边的KD指标 有没有比这边高 这边是2850 进入背离了没有 再看一下 2850有没有比3373低很多 可是2850的指标 比3370的指标高很多 一度背离可能出现二度背离 一度背离就该止跌 二度背离它就会强弹 孤望听之吧 对不对 再来看破底的深圳 我把深圳之间拉得更长一点 为什么拉得更长一点呢 因为深圳是破底的 昨天破了这边的低 这边破了这边的低 对不对 一底比一底低 这边的指标在这里 破底之后的指标 比它高 再破底的指标 又比它高 再看还没有收盘的深圳股市 你看到这边没有 领先指标回升了 它已经确定进入了二度背离 再加上连线下方 扣底的位置 未来一季 现在是一千六百多点 它会不会在未来一季 跌到了一千三百点以下去 各自去解读去 所以郭班长纯粹就线论线 我也不管你国家队也好 我也不管你场外配置也好 我也不管你十一的什么 伟庆 伟国庆也好等等 我通通不管你 就线论线 但是ETF来说的话 你做波段多OK的 做短线的话来回操作 等确定它背离形成反弹之后再说 这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也就是郭班长在我的经验法则里面 给大家提过怎么样去抓底部 还记得在台股 我们怎么抓的底部吗 8月24号 指数暴跌 7203的当天 郭班长告诉你止跌了 告诉你他要反弹了 也告诉你他出现的抄跌了 为什么郭班长那么肯定 为什么 底部确立篇 底部回升 这边所写的东西 跟这边有没有一模一样 我还跟你当场画圈圈 已经完成了些什么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知道止跌了 可是那天融资杀掉了多少 170亿 除了一些被迫断头的以外 很多人在那边停损 真的是很可惜 回过头来看 差了1100多点 怎么去买回来了 这就是经验法则 是不是 郭班长有很多经验法则 都跟大家在节目中提过 当时反弹爆量 空 杀下来 对不对 推荐买进的 昌太连续两支涨停板 为什么要去卖掉 因为郭班长的经验法则告诉大家 这是当天啊 第一个涨停板 第二个涨停板 一开盘跳空开高涨停板 涨停板之后杀到平盘 郭班长昨天跟大家说过嘛 这叫什么东西啊 这叫什么东西啊 云霄飞车 各股股价经过一段拉抬之后 逐力在盘中出货 在盘中走势图上出现从涨停 直接刹到平盘 有的甚至刹到截停 再从截停啊 再拉到涨停板 这种走势啊 就叫做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出现代表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可以看 昨天的走势 从这边跳空拉到涨停板 杀回了平盘 又拉上去 又拉到快要涨停板 这个飞得很厉害 它不见得是结束 但是至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边它不是最佳的卖点了 它是在这边可以说获得了结动作了 所以类似这种事情啊 郭班长一再强调经验法则的重要性 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瑞宜 都很兴奋哦 因为这算是利多嘛 对不对 可是这种利多 郭班长很不巧就在前两天跟大家讲 季线在下压 指标出现背离的迹象 如果过高之后各自小心 那是9月9号讲的 也不过才几天时间 看到没有 今天这么丑陋的一根线出来 所以在市场里面想成为赢家 不是天天赚钱 是要抓到机会就赚钱 但是股票市场 永远不变的一个定律 只有一条 就是它瞬息万变 我们不可能 永远抓得住整个行情的脉动 也不可能去预测行情会怎么走 只能从经验法则中 找到它一些脉络 找到一些轨迹 而郭班长这些经验法则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什么地方不能买 他告诉你什么地方 可以去逢低承接 他能告诉你 趋势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上升或者下降 或者在什么位置 它会出现强烈的转折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郭班长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个人的累积40多年的一些经验 那么这些东西 最近我们在实战的模拟过程中 也给大家做印证 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同 经验法则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对投资朋友会有一些帮助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股市寻宝图加最前述DVD 加领先报限量倒数2万 电脑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郭班长 43年股市生涯告别座绝不再版 股市寻宝图加最前述DVD 加领先报限量倒数2万 电脑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1.3unächst1-0909 2.3 3.2 4.5 心愛的無緣的老人 五香那香 風吹風吹